好的 我们来看前面的五节经文 那么这个系列主要是希腊语 所以希伯来语并不会讲得很详细 如果你想看我的希伯来语的那部分 请你去看我希伯来语频道相应的内容 但是我还是会读一读 比如第一节 希腊语 希腊语 如何 前面的Bhechit对应下面 原文里面Bhechit并没有用到那个TH 也没有用到贯词 所以下面翻译的时候 它也省去了贯词 英文为了照顾翻译的一个通顺的必要 所以用到了in the beginning 接下来说 Epoison 原文的Bhechit 有些人会把Bhechit 说这是神所独立使用 或者说只有神才会用到的创造这个词 但其实是一本对它的处理 是一个Epoison 这是个非常非常常见的 非常非常常见的动词 不光神在用 而且神也不是只有Bhechit 这个地方对应的是Epoison 当它是另外的一些创造的时候 或者是造的时候 也同样的 其实是一本把它处理成了同样一个词 Epoison 所以至少从其实是一本来看 这个Bhechit并没有那么多的特殊性 或者Elohim 神下面的Hoteos 当Uranon 对应这里的Hashamayim 觉得天叫做Uranos 那么地呢 Tengeng 这里的Hashat 第二个Bhechit并没有那么多的特殊性 Seo Eperre Eperferto Ebano Tuhuita 如何 D放前面去 那对应这里的V 然后Heige Nadi Nadi 这里是一个D的主格板 上面有个D的宾格板 放走N 对应这里的Hajeta Tashi Tashi NHajeta 接下来 后面两个词很麻烦 原文是一个Tohu和一个Wohu 这两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频率非常的低 所以很难用更多的大数据的办法 通过不同的地方重新复现 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两个词 非常非常少见的两个词 这两个词在意思上也有一定的交叉 都可以表示 都可以表示空虚 来看看英文版给出的第一个翻译 它是一个formalist 也就是未成形 不成形 未成形 而 其实是译本的第一个给出的是 Aoratos Aoratos有看不见的意思 Ora有看的意思 然后下面的A否定 看不见的 另外就是原文里面是一个Tohu和Wohu 都是名词 但这个地方 但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词性的变化 这里是两个形容词 Aoratos看不见的 和Agataskiuastos Agataskiuastos有 没有准备好 或者说是一个没有 终止没停下来 停不下来的 那么一个意思 Agataskiuastos Odo Kai Skodos 对应上面的Vhoshich 黑暗怎么说Skodos Ebano对应这里Ao Pnei 在什么什么之上 或者在什么什么的面上 所谓约面黑暗 那面 这里出现了一个Pnei 这个地方Ebano 你把它砍成两半 前面的Eb来自于Ebi Ebi就是在什么什么上 再来一个Ano Ano来自于我们的Ana Ana的话是向上 所以有一个在什么什么之上的介词 再加上一个向上 这么一个词 两者合在一块最后变一变 它的尾巴 O 然后一个作为的介词短语 就出来了 Tais Abuso 在什么之上 Abuso 在深渊之上 再来 Kai Pnei 来了 神的灵 神的灵 Pnei 对应这边的 Vhosh Elohim 接下来 Ebferdo Ebferdo 对应这边的 Mahefet 原文的话是一个 是一个 所谓的 呃 原文的话是一个 分词 但这地方 对应发音到下面来 并没有是一个分词啊 并没有是一个分词 下面只是一个 所谓的 这个 不定过去的 一个 这个中动的 然后还是个意义上的用法 运行 运行 但是下面这个词呢 也很有趣 你把它看成两半 前面的Ebbe 来自于我们的Ebi 在什么什么之上 再来 Fer Fer有鞋带的意思 Bring的意思 然后两者加在一块 原意 其实有 与什么什么相对 面对面相对的意思 Odo 说Ebano 与谁相对 在什么什么之上 对吧 在什么什么之上 在那水之上 Do 会打到死 Do 会打到死 这地方是一个 Ebano Taste Taste Abuso Taste Abuso 从这个地方 你也看得出来 后面的物 跟前面的 词位并不一样 因为变革类型不同 是吧 这个词 阴性的 阴性的 但是 它就是按照一个 物这样来 变 来变 好 然后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Do 会打到死 水是我们 非常熟悉的一个 第三变革类型的词 来看第三 Va Yomer Elohim Yehi Or Va Yehi Or 这句话很简单 同时呢 又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 希腊语 Kai Eben Hotheos Gene Theido Force Kai Egen Force 如何 前面说 于是他说了 把Yomer 这个被用的 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只用两个词 合在一块 一个是 Gai 一个是Gai 然后 Eben 所以用一个连词Kai 再加上一个 第二不定过去的 Eben 他说过 他说了 那么两者在一起 就可以表示 这样一个叙述式了 Va Yomer 他说了 谁说了 Hotheos 你看 我们连词序上 都在模仿着 上面这个句子 注意在后面 Hotheos 神说 接下来 Gene Seito Gene Seito 大邪 表示 直接隐语 对应上面的 Yehe Yehe呢 希伯来语里面 我们说 它叫做 一个 起愿式 起愿式 而下面这个地方 Do 这是我们 命令语气的 一个词速 词速 第三人称单数 前面的一个 Gene Sei Gene 不定过去 被动 不定过去的被动 不过 这个地方 也未见得 非要翻译 作为一个 被产生 被产生 也就是说 愿它有 愿它成为 愿它成为 怎么样 Force Force 愿它有光 或者愿有光 往后说 Kai Egene Force Kai Egene 对应这里的 Vaiehi Vaiehi 原文的Vaiehi Kai Egene 又是跟刚才一样 一个 联词开 再加上一个 不定过去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中动的 不定过去 当然是异象用法了 于是就有了 就有了 Force 有了光 第四 说 Vaiehi Elohim Elohim Et Haor Ki Tof Vaieh Deo Elohim Ben Haor Uven Ha Ho Sher Kai Eden Hoseos Tofos Hoti Galong Kai Dehorisen Hoseos Anna Mesong Du Fotos Kai Anna Mesong Du Sgodos 如何 前面的Vaieh 又是用 联词开 加上一个 第二不定过去 Eden 他看了 他看了 谁 Hoseos 神 接下来 Tofos K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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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Hoti Kanun Kanun 对应上面Tof 是好的 是好的 Hoti的三个用法 间接语语 Kai Di E Horison Kai Di Horison 对应这里的Vaieh Deo 于是他分开 于是他分开了 往下在这个地方啊 往下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有一个SEN SEN 第一不定过去 说于是他分开 谁分开 Hoseos 接下来 Anna Mesong 后面还有一次Anna Mesong 所以当你出现Anna Mesong的时候 往往好像有一对 一对 这个地方的Anna Mesong 不一定非要出现 但是一般来说 会有一对东西 Anna Mesong 在两者之间 这里的DU FOTOS Anna Mesong 对应这里的一个BEN 后面的Kai Anna Mesong 对应后面的UVEN UVEN 出现了两次的BEN 所以你会找到两次的Anna Mesong 那么DUFOS 后面是DU SKODUS 正好一对 是吧 光与暗 往后接着走 除此之外还得多提醒一句 就是这个SKODUS 从这个地方你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 它是我们第三变革的 第三变革的类型 好看 所以 然后继续说 于是他叫了 对应下面 还是一样 连词的开 加上一个不定过去 第一不定过去放在后面 于是他叫了 谁 于是神叫了 叫了两个 两个兵格在这里 两个兵格在这里 两个直接兵 把内光叫做 叫做白昼的昼 当然也可以是那个日子的日 往后走开 而 都 都放前面 而那暗呢 对应这里的 当然了原文的话呢 我们这个叫做 叫的东西 后面要加上一个 要加上一个 或者说 也就是 所谓的 或者是 那么在下面这个地方 并不需要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戒词 所以原文的话 并不是 并不是一个 这个 集物的动词 而下面 这个地方的 co 却是一个集物的动词 所以 也不是说 上面 每一个词都必须要 一一的对应下来 它还是得照顾到 希腊语的最基本的一些 语法的问题才行 所以两指之间 还是有那么一些的差异的 dos 从这个地方 你也看得到 它带上了 它是个中性 中性的话 却是一个 以os结尾的中性词 说 接下来呢 他叫 他叫那暗 为 也 最后 学习看 对应上面的 接下来 也就是 晚上 然后 早上 也就是这里的 最后 很明显对应上面 不过 原文的话 是个阳性词 所以这里后面的 数词 也是个阳性的 一 而在下面这个地方 是一个阴性词 所以 数词部分 是一个阴性的 一 但总体来说 仍然保留了上面的特点 比如说 这地方并没有用到 第一 没有用到我们的 这个 基数词版 不是 叙述词版 而是用的基数词 下面也是一样 没有用到我们的 这个叙述词 而是用到一个 基数词 基数词 再多提醒一句 我下面的翻译 并没有用到 比如说 NIV 新国际法的那种翻译 我是一个自己的翻译 所以可能英文翻译部分 并不是那么的通畅 通顺 或者怎么怎么样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前五节 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那么下一次 我们来看 后面的五节经文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好